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这么道理啊 谁到一定的程度呢 他就有这个功能了 听得懂吗 哦 好吧 哦 听得懂啊 那就只能 那我就是关键是就是担心这种时候念出的经效果不好 那记住 不会的 那也就一善了 当你思想注重与集中在某一个点上 其他的就变成一个辅助的 这还不懂啊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一个人一直在跟大家聊的时候 突然间你告诉他一个消息 他一震惊 别让你讲话声音他都听不见了 听不懂啊 是的 那好了 到底不就一样了 明白了吗 哦 知道了 那还是得好好地坚持 而且思想要集中 最主要思想集中 其实思想集中不来 那就分散 经常分散的人 那么就是人家说为什么精神分裂症啊 就是说他什么都想 什么都听 什么都看 所以根本思想不能集中 那么脑子就纠线叉了呀 这时候讲出来人家问这个他答东 他答西 这个时候他不就分裂症了吗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啊 思想要集中 好的 谢谢师傅 开始